哈喽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也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粉丝问答 上一期视频呢,我就讲了一些关于英国报应的一些内容 那有一些问题还没有被回答到的 有一些粉丝可能就比较着急 那我在重点说一说 就是有哪些问题我不会在粉丝问答里面去回答的 一个就是生死的一些问题 还有地狱的这些问题 这个我应该会在单独出一期专题来讲 还有一些经文和持久的问题 我也会单独开一期视频来讲 所以就不会出现在粉丝问答里面 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大的内容 所以大家可以不用就不用着急 那今天的第一部分内容呢 就讲的是如何提升考试运 那这个问题呢是从我建号以来 几乎每一个月都会有人来问的问题 这一次的粉丝问答的升级里面 毫无意外也出现了这类型的问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是怎么问的 第一个就是招招好 想问一下考试前送读文昌帝君咒有用吗 如果有用需要进行怎么样的仪式呢 第二个就是忘考运的小妙招 非常简洁这句话 下一个就是玄学有没有家常考试时好状态的buff呢 OK我们来聊一下考试运的问题 首先大家明确啊 考试运它是指考试的一个运气 它不是说你拜了什么神仙 或者说你念了什么经文 吃了什么咒 知识就会灌起你的脑子里面 考试的结果一定是以你努力作为基础的 这是大前提 不要妄想通过任何的玄学方式去弥补你努力的不足 有一句最近非常火的话 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在上学和上情之间选择了上香 那其实我是不太认可这个句话的 但是如果大家要去道观和寺庙面去寻求一些心安 那去上个香也无不可爱也是可以的 那但是你还是要回归一个事情 就是人是要向内求的 假设真的要去上香保自己的考运的话 有什么可以去的地方呢 第一个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文昌帝君 第二个呢就是道家的子胡娘娘 也是管学业的 第三个呢就是佛教的文书菩萨管智慧的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南传佛教的这个相神 那相神是一位天神 他在梵语里面翻译成英文的 他就是knowledge的名字就是knowledge 就是智慧的意思 这些都是大家想要去上香的时候 可以去参拜的一些天神和神仙 那我们先说一下大家很熟悉的文昌帝君 文昌帝君是保功名利路的 开智慧功名利路 那我们大家叫文昌法师 那文昌帝君呢 他有一篇非常经典的道家经文 叫做文昌帝君英智文 经文里面呢就是讲一些状元的一些故事 如果你是有学识的人 然后你也行善积德 你就能获得自己想要的公民利路 这是一个福报的回馈 那英智文是讲的这些内容 英智文是一篇劝善的文 古代的一个考取公民的制度 会考察这一位学生 他的一个个人品德的一个问题 他是其中一个内容 所以文昌帝君他只保佑那些品德好的读书人 我们有文昌法师嘛 文昌法师他是开智慧的 开智慧他不单单指的是学识 智力智商 他跟智慧是两码式 很多时候文昌法师 他适合用在小孩子身上 家长给小孩子去用的 当然也会有一些客人来说 我要考一个什么试 比如说考公务员等等的 然后他要考试通过考试 卷面考试去做一个文昌法师 去给自己加Buff 去增加这个成功率 当然这些成功率都是基于你的福报而定的 如果你福报不足 那就不行 那福报就跟我刚刚说的 文昌帝君英智文里面说的 你要基善行得才有相关的福报 哦 闭话了是不是 有可以做文昌法师 但是要根据你的福报而定 才能看到你的结果是什么 他说你在学业上面 你是要申请学校的 比方说国外的 你考完了时候的试 你要去申请学校 需要有人审批 或者说你在面试 需要一些面试的岗位 那这个时候做文昌法师有用吗 没有 这个法师没有 你要做的是贵人接应的法师 因为你需要有个贵人 去接你去成就这个事情 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那文昌宝告呢 是赞颂文昌帝君的 那赞颂文昌帝君 为什么赞颂他 因为他保佑了很多有德才之士 能够获得这个功名 这是他们应得的 他们的一个福报的体现 那就所以大家会去赞颂他 而且他在所有的经典里面 去宣扬的一种学识 他都是有德有才 而不是单单只是你能够学得很高 能学得很厉害 这个点啊 相当于你就是我一直在承担他 一直在承担他 那他能不能这样你学业运呢 一定程度上是能 但是你不能妄图说 我一直给文昌帝君打扣 然后他就一定会保佑这个人 是不是这样啊 那什么情况下 他能够真的保佑到你呢 就是你在念报告的同时 你要遵循他所说的 祭善行的这些德性 然后再把这个德性的那个 好的品质传递给其他的学子 能够起到这个我们所说的 普法的作用 那你这个功德就大了 那这个就能成为你的福报 增加你的考试院 文昌帝君聪明咒 这种如果有积极如意令的 这些咒我是不太介意大家 随便念的 那还有文书菩萨行中 我之前也教过大家 是可以让你定心的 把心定住 然后就把你的意志力给集中 然后有更加多的精力去 投身到学习里面去 其实有这么个作用 不是说你持咒就一定 能够让你的学习变好 那不是这样的啊 你要知道他的逻辑在哪里 那这就是关于一些 学业方面的一些东西 那我建议还是以个人努力为主 考运他只会让你考试比较顺利 不是让那些你不知道的知识 进入你的脑子 不是开发你的智商 所以学霸他不需要去做这些法事 他依然能成为一个学霸 接下来这个内容 我来讲讲护法跟护法神 以下是粉丝提的一些问题 首先第一个就是 关于护法神能讲一些吗 然后第二个就是 请护法是真的吗 第三个就是 如何知道自己有没有护法 怎么能和护法沟通 感谢招招 那其实在我看来 从一些基础里面的概念来讲 其实护法神和护法器 应该是一个东西 这是为什么大家会猜开来问 是因为我有了解到说 有些道士可以给大家请一些护法 那他说的这些护法是 类似什么几百年的麒麟啊 几千年的玄武啊 或者是一些狐仙啊 或者是一些水麒麟等等的一些 所谓的神兽护法 在你身边保护你等等的 说他是一个自己独特的一个法门 反正我们这一个法脉 我们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我师父也没有 我师父的师父也没有 我师父的师父的师父 也没有这个东西 我的观念就是说 他们如果是已经修行了几百几千年 这些所谓的护法 为什么他们要涉及到人间里面 去帮一个宿命谋面的人呢 你说他帮你是行善机的 但人家都几百年几千年 你为什么不以弘扬大道 我记得主要让我去干涉一些 人间小小的一些因果呢 为什么要去帮一个小小的凡人 去实现他的冤枉 或者去保护他 我觉得这是不对等的 那他们这些护法呢 是要通过你要付钱 然后去供请这位护法 在自己身边的 那我对这个是持保留意见的 但是我能够教大家一些 简单不用钱的方式 去找到自己的护法神 那我刚刚已经说了啊 在我自己护法跟护法神的概念 是一样的 就除去他那个所谓商业的一个东西 他的一些护法 那我这里所说的 所有的护法跟护法神是一个东西 他就是护法神 那护法神是什么呢 在道教里面护法神像王灵官 然后还有像马元帅这些 他是发愿护持道法的这些 就是叫护法神 你要怎么去召唤到他们呢 很简单 像玉书宝经里面说 一旦你有任何困难的时候 你只要念死一天经 就是我们九天一元雷生 普化天真 天真的圣号 他一定来护持你 那这是我们很简单 普通人能获得护法的一个途径 那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那像你道教皈依了之后 也会有相应的护法神来保护你 这是他们发愿了要顾持道法 这一部分的护法神 那神仙嘛 对不对 那在佛家里面也是有相应的 护法神的概念的 那佛家里面他就会有非常明确 一旦你有皈依了之后 你就会有护法神 去受戒 受五戒 五戒是杀到迎望久 每受一戒 你就会多五位的护法神 那在佛家里面 如果你从皈依到受戒 作为一个居士 他有明确的说明了 你有六十一位的护法神 所以说皈依和受戒 或者诵经持咒 这是普通人最容易获得护法神 的一些不尽 那护法神 其实他们已经发愿了 要护持道法 护持佛法的一系列的神明 那所以只要你是 重新去护持 跟宣扬佛法道法的话 你身边一定会有护法神 只要你不做坏事 但是一旦一做坏事 那护法神就会离你而去 这就是普通人 不要能够容易获得 护法神的一个方式 不需要去花什么钱 只要你一心向善 你要去诵经持咒 然后按照经文里面 所说的这些内容 去执行的话 就会有护法神在你身边 那如何去感应 自己身边的护法神呢 其实不需要感应 就是一般他们护身的是 24小时都在你身边了 如果你一旦遇到困难的时候 遇到护恶的时候 只要念他们的名字 一定会来 像玉书宝剑面里面说 念哪组圣号 哪组一定来帮你 像观音菩萨 他的普门品里面也讲 如果你遇到需要解恶的时候 念观音菩萨的圣号 他一定也会来解救你 那所以就是这就是护法神 只要你是一心称颂他们的名字 你是用心传扬佛法道法的话 护法神一定保你 尤其是在你困惑的时候 你在遇到一些艰难苦难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帮你的 所以不要去求什么感应 你在念经和持咒的时候 这是最容易感应到护法神的时候 所以啊 你宁愿自己去多去念经啊 多去持咒啊 你自己修的才是你最好保护自己的方式 护法神就会随之而来 需要我的回答能够帮助到你 那既然说到了护法神 那肯定大家很好奇 就是神仙体系 那其实呢 就是像大家问的问题 真的有神仙吗 就是说看完长月记名 想问真的有 想问真的有神吗 然后还有一些像 问基督教天主教 这种信的有用吗 上帝这种是存在的吗 这会是宗教类型的神仙啊 还有一个 他问了好多问题 比如说道教中的神仙是怎么样的存在 然后现实中的人死后是白日非生变的吗 还是自宇宙之始就存在的呢 然后还有寿命是无限的吗 他们会在什么情况下 有生劳病死 还有一些 他们法律有高下吗 强弱吗 然后分管的事物不一样 还是分配的 然后是不是每一位神仙都道德高尚 他们会因为凡人的不小心冲撞而生气吗 那其实呢 我是认为啊 同一片天 同一片神佛 只是他们因为人的信仰 宗教信仰 呈现的方式不一样 比方说啊 在基督教里面 他们所说的像造物主 他们说上帝 那在伊斯兰教里面 他们是称同一位神 他们称为真主阿拉 那中国里面也会有一些造物神 那像印度教里面也有造物神 也是有的啊 那神仙呢 他们是在道教里面讲 他们是一道气 那像在佛教里面 佛教是无神论的 但佛教里面有天龙八部 都有各种的护法神 其实实现大家愿望的都是护法神 这个我之前已经讲过了 那神仙呢 他们要管的事情非常多 从不同的经文里面就会有看到说 不同的神仙 他分管不同的业务啊 那他下面还有不同的手下 然后去帮他们分管不同类型的东西 但是他们一个很核心的 都是需要引导大家向善 向正啊 这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作用 因为他们要维持天道运行的时候 天道运行 他是需要人是正向的正念的 但他也会出现负面的东西 不停的往复 不停的往复 他们就是一个天道的循环 有正有负 我之前讲过神跟仙是分别不一样的 那神是有天生的神 也有后天风的神 也有一些是民间信仰成神的神 像妈祖和官帝 这些官帝圣君 他都是信仰成神 那仙是什么 仙大部分自己修上去 我们所说的修仙修仙修的就是仙啊 那神仙呢 是有天人武衰的 他不跟我们生老彼此不一样 那他们有天人武衰 那天人武衰之后 他们就会重度轮回 神仙体系 他有很复杂的体系 大家可以去上网说 我这里千言万语 说不清 他们的法力有高低强弱之分 但是我们不能去评价 因为如果你一旦评价了 某个神仙的强弱 那你就陷入了一个像里面 我们说的一个像 所以不用去管啊 这些 你知道他们是负责天道运行 他是负责引导人类向善向正的 或者引导众生向善向正的 这就可以了啊 那他们会不会因为凡人的冲撞而不开心呢 或者是生气呢 在经书里面都有讲 如果你冲撞了他们的话 是天道的规律 让你啊 承受不好的东西 不一定是他亲自来罚你 其实是一个天道运行的规则啊 这方面呢 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下我上一些视频说 夜报和果报这些关系里面 我有说到 所以人还是要与人为善啊 这大家一定要记得 最后说一个点就是 其实所有的宗教神仙 其实本质都是教导人家向善的 那如果你有看过一些 一些宗教或者什么的 或者一些法门 它是让你去 休息一些神通 就让你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 它不是以人为本 或者不是以一个善为本的话 其实要多多斟酌一下 因为天道运的规则就是 就是相善相正 如果是不是这些内容的 它不如法 就不是正法 那大家就是 不要太执着于这些 虚虚无无的东西 因为他们本质上 对我们来讲 它本质上就是一道气 如果有一天你得道成仙了 你修道得道了之后 你可能会发现这个世间 或者说在整个修道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你执着这些太过虚无的东西 根本就没有必要 不论是修道还是修佛 最重要修的那个还是自己的心 所以你去看这些神仙体系这些 只是一个满足你好奇心的一个事情 它不是说你修法里面一定必须要知道这些东西 不是这样的 那我们这些内容到这里就说到差不多了 那我们说时代话 这个粉丝问答还有第三期 那我们第三期的内容 我们就讲一些单独的一些小问题的回答 我们这些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